一期视频看懂中国古代文学史 梳理我国各个朝代的主要文人和文学作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大约编定于春秋末年 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 大约500年间的诗歌 距离咱们大约3000年 两三百年之后 南方楚国诞生了一种新的诗体 叫楚慈 黎骚就是楚慈的代表作 至于带书名号的《楚慈》这本诗歌总集 距离咱们是2000多年 我国第一部散文集是历史散文上书 它是西周以前包括西周的史料汇编 以纪言为主 上书之后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出现了 春秋 左传 国语 战国色这些历史散文 和伦语 老子 墨子 孟子 庄子 荀子 韩非子 等等这些诸子散文 春秋是经过孔子编定的鲁国编年史 左传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 战国策也是国别史 以上是先秦时期的文学概况 然后就到了秦汉时期 出现了新的文体汉复和历史散文史记 秦朝很短又实行高压政策 所以在文学上几乎没什么成就 能举出来的就是在秦统一之前完成的 吕氏春秋和散文家李斯 李斯的代表作是建筑课书 西汉初年 贾义和朝错的散文具有代表性 过秦论是贾义的代表作 在词妇上 贾义有调曲远妇 伏鸟妇等等 梅城的七发在创作上更进一步 标志着新的文体 汉妇的诞生 西汉中期留存下来的词妇包括妇体和骚妇 妇体如司马向如的子虚妇 上林妇 东方朔的达克南 非有先生论 司马迁的卑氏不欲妇等等 骚妇如董仲书的氏不欲妇 汉武帝刘彻的李夫人妇等等 在这一时期 历史散文的巨大成就是史迹的诞生 西汉后期的慈妇依然有妇体和骚妇两种 妇体有杨雄的蜀都妇 甘犬妇 王包的冻肖妇等等 骚妇有刘欣的岁出妇 班结余的自盗妇等等 到了东汉前期 出现了班固的历史散文汉书 词妇上有班彪的北征妇 班固的两都妇 张衡的二经妇等等 同时张衡的归田妇是东汉抒情小妇的开山之作 到了东汉后期 文人五颜诗成熟起来 古诗十九首就是文人五颜诗的代表作 东汉后期值得关注的还有历史散文集《五月春秋》 秦汉之后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他包括建安时期和正史时期 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是三曹妻子加蔡衍 三曹是曹操曹丕曹直 建安妻子是这一期位 正史时期的主要诗人是阮吉和吉康 西晋的主要诗人是陆基 潘越 左思 刘坤 两进之交 郭芙的游仙诗剑步诗坛 东晋以来 悬言诗笼罩天下 给悬言诗画上句号的是陶渊明 他开创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新领域 《田园诗》 南北朝时期的诗人 南朝有谢灵韵报照谢挑 北朝有于信 在副作上 建安时期有曹直的洛神父 两进时期有左思的三都父 南朝有报照的吴成父 江烟的别父恨父 北朝有于信的哀江南父 在小说上出现了智怪小说搜神记 和智人小说《诗说心语》 在文学理论批评上出现了 典论论文 文心雕笼 文复和诗品 魏进南北朝之后是随唐五代 在这个时期 唐诗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水平 唐诗的发展可以分为 初胜中晚四个阶段 初唐时期的主要诗人 有上官怡 初唐四杰 杜沈颜 宋知问 沈全期 陈子昂 张若虚 刘兮仪等等 圣唐时期的主要诗人 有李白 王维 孟浩然 高氏 岑申 杜甫 杜甫 常见 王汉 王昌龄 崔浩 王之焕 贺之章 刘长青 唯应悟 顾旷 李懿 大力十才子等等 中唐诗人有白居易 元枕 张吉 王健 韩玉 孟娇 李贺 刘雨昕 柳宗元等等 晚唐诗人有李商隐 杜牧 温廷云 贾岛 姚和 皮日修 陆归蒙 司空图等等 词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唐代 圣唐时期民间流行曲子词 到中唐开始有文人写词 一直到晚唐才出现了像温廷云 违装这样大量作词的文人 还出现了奉温廷云为鼻祖的花间词派 到五代时期 冯颜寺和李玉开启了曲子词 由林公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重要转变 在反文方面 韩玉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 小说方面出现了唐川祺 到了宋代 词是最具影响力的文体 北宋的主要词人 有燕书 欧阳修 刘勇 刘勇是宋代大量创作漫词的第一人 到苏氏 北宋词风又产生巨大变化 他以诗为词 极大拓宽的词境 苏氏之后 有秦冠 贺柱 燕己道 结束北宋词谈的是周邦彦 李清照 到了南宋 主要词人有星期级张元干 张孝祥 渡游 陈亮 刘过 江奎 石打祖 吴文英等等 南宋王国之后 有文天祥 刘克庄 刘晨翁 周密 王怡孙 张岩等等 以上是宋代的词 宋代的诗和诗人比唐代还要多 光是诗体就五花八门 有学白居易的白体 学李商隐的西昆体 和学晚唐诗人的晚唐体 宋初的主要诗人 有杨毅 前维衍 欧阳修 梅瑶辰 苏顺卿等等 北宋神宗西风时期到哲宗元幼时期 是宋诗的成熟阶段 主要诗人有王安石 苏氏 黄庭坚 其中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鼻祖 南宋的主要诗人 有陆游 杨万里 范城大 还有永家四陵和江湖诗派 王国之际的主要诗人 有文天祥 汪元亮 郑思霄等等 在文章上 北宋有欧阳修和他门下的苏寻 苏氏 苏哲 曾拱 王安石 南宋有朱熹 张氏 吕祖谦 叶氏 陈亮等等 在副作上有欧阳修的秋生妇 苏氏的赤壁妇等等 在小说上 宋代出现了画本小说 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开端 宋之后是辽金元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是袁浩问 袁代出现了原曲 原杂剧 著名的剧作家有关汉青 马志远 白浦 郑光祖 龚天亭 秦建夫等等 著名的原曲作家有马志远 乔吉 张可九等等 袁代的主要诗人有耶律楚才 代表员 赵孟甫 袁诗四家 萨都辣 杨维珍等等 南曲戏文也叫南戏 在袁代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传奇 它们分别是京差记 刘之远 白兔记 拜月亭记和杀狗记 除了四大传奇之外 还有一个琵琶记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长篇的讲史评话 如《三国制评画》 《武王伐咒记》等等 明清时期的主要文体是小说 《三国演绎》 《水浒传》 《西游记》 金平梅 都是在明代成书 在明代还出现了拟画本小说 比如冯梦龙的《三颜》和《灵蒙初》的《二拍》 在剧作上出现了著名剧作家汤贤祖 它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 包括《牡丹亭》 《紫差记》 《寒丹记》 《南科记》 到了清代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也走到了尽头 它的主要文体是小说和戏曲 出现了著名的小说《聊斋志异》 《如临外史》和《红楼梦》 以及主要剧作《长生殿 桃花扇》 以上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大致发展脉络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诶 那个谁谁谁或者哪部作品没提到啊 正常 因为咱们今天画的是骨架 为的是让大家对中国古代文学史 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关注我 看我之前已经发了的425期视频 以及后面会陆续发的视频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还有很多 日子也还很长 咱们慢慢梳理 不着急 听历史古文就搜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